小伙伴们不如今天一起来猜一猜 我要开80的原因是什么? 哎小伙伴们对我都这么了解真让我有点感动呀 但他们不知道是我工作的时候其实也认真的 虽然是拖车但是个叉车 所以80今天是以工作车的身份出厂的 虽然没有出厂费啊 由于这叉车他前厂举起货物的时候 他的尾部必须有相等重量才可以保持他车子的平行 所以他设计肯定是把重量都集中于车尾 加上他后面两个轮子又比较小 所以在这样的沙路上面是特别容易限车的 真的特别容易你看 哎没想到这么快又要回来实施第二次救援了 做这个救援任务自己也要先过了一个坎才行啊 其实这叉车在干好呢 我待会再跟你们说啊 先来看看他的尴尬处境啊 看这右前轮已经完全离地了 这静态不清楚 来个动态看看啊 啊就是这样 你说尴不尴尬 所以被以为有大磁的轮胎就是好的越野胎啊 再来看看这边啊 这个就是现车的主要原因了 还是这原因车尾太重轮子太小 所以遇到这样的湿泥滩就死定了 但是厂家很贴心啊 知道自己这方面的不足 所以光是后面就做了两个孔去给你们拖沓用 那么这时候黑人问号又来了 我这个越野车的脱钩怎么穿得过这个洞呀 办法来了 就是把那个钩子直接解了 然后用绳子穿过来 从这边再重新把它扣回去 这操作也不上 其实这两个礼拜嘛真的比较忙 所以就没怎么出去玩 再加上上次出去 那个老白的车也被开挂了 扫赶好先啊 既然没有出去玩 那就给大家介绍点实用性的东西了 就是这个脚盘的基本操作和一些注意事项 还有错误释放 脚盘在使用的时候有一个必须注意的 就是最好有人在里面踩着刹车 光是手刹也是不够好的 因为是刹住四个轮子跟两个轮子的区别 所以只挂在P档上的话 就更加是一个大忌了 因为那样很可能会把你的指纹箱给弄坏 这就出来了 那大家看着刚刚这个操作 有没有看出什么问题 相信眼力的里面肯定也有人发现 就是少了这么一件小挂件 那大家只要随便上网搜一下 越野拖车事故 像这样的视频应该就随处可见了 这个英文叫damper 中文不知道叫什么的挂件 除了有效帮你减低换挡风玻璃的频率 还可以明显帮你增加绳子的可见度 避免这类型的悲剧出现 那挂这东西有啥讲究呢 我个人认为原则是方便携带的前提下越重越好 是像这种专门卖的damper是二三十到一块 折开之后还可以往里面放重物 像我这种资源缺乏的人 就通常都是用地毯或者脱钩就算了 好了脚盘用完要把干丝绳给收回去 那也不是光只按着一个收的键 就可以随便把它收回去了 像这种有线脚盘的话 最好是多找一个小伙伴 一个帮你拉着绳子 然后一个人就按开关 这边的距离还没有控制线长 所以就一个人也可以操作到 绳子也不用拉的特别用劲 但反正就不要让它有虚位 虚位小的话绳子会压的不整齐 如果脚盘箱容量小的话 有可能最后就塞不进去了 往外拉的时候 当然也是同样道理 尽量把它绷紧一下 如果虚位大的话 更有可能把绳子压折了 造成倒过来转 尤其是黎龙绳的脚盘线 就更容易有那个问题 最后再把扣子给绷紧一下就好了 好的聊完正事 那说起这个茶车在这里干啥呢 就是我们住这附近的村里 有位老人家闲水费贵 决定要铺球场回收回到那个甲草 这球场回收的吧 里边还裹着黑沙 两三千磅一卷 英国大律师不计也动不了他一根手指 朋友介绍去聊了一下 说起有茶车免费培训的机会 我就义不容辞的把活给接了 你看弄完之后多好看 小朋友可以打橄榄球 附近村民都像你脱胎了 羡慕的猛华 这徐老太的房子弄好之后 张大伯有所听闻也拉着我们去帮他弄了吧 前面的车是我们的先发部队 真没有想到有一天这个拉车 就成为了我工作上的座驾 难怪住村里面的人命比较长 生活无拘无束的 茶车都可以在路上走 好 来了 开干了 真的来了 现在那个茶车歌啊 刚先茶车歌表演 现在到茶车歌表演 来了来了 真的来了 看啥了 看啥 没想到吧 茶车还可以当茶车用啊 自动车 自动车 哎 葳某 落雷的姿势都用 车歌 葳某 其实玩的这么开心的背后 还不是靠80把它拖出来的啊 不管了 为勤劳又勇敢的工作的自己 送上一首热曲 由于已经刚刚拖完他两次 所以第三次肯定是加清就熟了 好了这次这个距离明显是比那个脚盘的控制线长 所以要两个人才能操作得了 好了所以如果大家也有类似这样的工作 在沙地或者离定里面要用叉车 除了要找一个适当的叉车司机 还要知道他有没有一台强而有力的越野车 可以做backup如果实在找不到适当的人选 那就在视频的留言区联系我吧 订阅后的观众85折磨 这80已经成功解救了这台产车三次 谢谢大家观看 那就先干活去了 下次见